我们刚刚讲到吊霞的文化之外 我们继续来回到这美食的话题 其实刚刚有谈到这天气很冷 大家喜欢吃火锅 我们也来看到说 现在台湾火锅市场很大 现在跑到了中国大陆 或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这些地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市场好像每年都是中年成长 越腿腿的麻辣锅 冷冷的天来上一锅 让人好满足 但这看似平常的火锅 可是让台湾火锅业者 越上全球竞争力的第一名 高档鸳鸯锅 评价小火锅 还是蒜蒜锅或是牛奶锅 以及传统的羊肉炉 姜母鸭 火锅的种类在台湾是霸霸款 不但是餐饮业的强项 更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根据2012年台湾连锁店年鉴 台湾火锅种类的吃法跟精致度 以及档次 还有一国的多元融合 都是世界的第一 很多种变化 什么料想吃什么料都可以自己放下去夹 夹着就可以吃 我们台湾国人对饮食也是蛮讲究的 在国际上应该也是可以传出一片天地 本土连锁火锅业者更是摩拳擦掌准备登陆 因为大陆餐饮前20名就有6家是火锅业者 大陆连锁火锅店总营收占餐饮500强的27% 比率第三高 而台湾的火锅因为有创意加上精致 在华人的市场占有绝对的优势跟发展机会 许多火锅从大陆进来 现在台湾要用火锅征服所有华人的胃 中文新闻宜兰台北综合报道 有机会右铃状 平民小了 非常吸引 如果批识